歡迎大家收看小火子的頻道 喉嚨突然有差的 所以聲音不太好 請見諒 昨天其實花了很多時間 這幾天都給我尋思一下 究竟這個牛市怎麼可以 最大化你的獲利 當中其中一個非常之重要的 就是看看 Bitcoin的終極離場時間 和終極價格 一直做的時候都做了很多研究 昨天都 這裡都給大家看一看 之前都看一個圖頂超級計劃 全香港最有準備的 有十幾個指標 越多指標到的話 就是一個非常之危險的訊號 都做了超大量的工作 用了一個多小時 慢慢斟酌一些圖 究竟有什麼共通之處 那個就後續再過 因為始終到頂的時間 仍未到 預估超crazy 直接說定 2025年9月28日 就是終極見頂的日子 為什麼不在這裡多說 遲些在那條影片再說 所有的影片都是會員 優先甚至獨家的 大家好好支持 而且價格起碼 我昨天研究的時候 就是大部分指標 都指向了十五萬左右 但是有了今天這條影片 我昨晚睡睡覺 發覺不對勁 這次特朗普上任 可能是一個叫做國卡級層面 你可能是人生以來 第一次比國家更早入市 去買比特幣的 因為很大機會 特朗普上場之後 就會一大堆舉措 可能令到比特幣的市值 可以比美黃金 那部分才說 因為都牽涉很廣 而且都是一個叫做 你想清楚比特幣的終極 告義是什麼 就是人人的 金融系統自由 現在人人是包括國家級 就是說第二個層面 就是所有人都參與 無論是省戶 大戶 甚至國家 而國家第幾名最重要 就是第一名全世界最強的國家 就是美國 如果美國都做這件事 你想想後座有多恐怖 所以人生是沒有一些 這樣的機會 給你去做的 就是比國家和機構買入 這個你好好珍惜 一會兒就說了 那麼特朗普呢 打算說這個比特幣的終極價格預估 但是呢 又想起一個叫做 比較急切的話題 就是可能在這個 下年1月6日 美國總統上任之前呢 你要作最後部署的了 可能人生沒有太多這些機會 那也都說了 2017年 就是因為那個市場太小 才有一個爆發性升幅 2021年 就是因為有這個QE 終極印錢 才有這個升幅 而今次這個是牽涉 史詩級國家入市 可能那個規模會更加恐怖 所以大家 不要 真的不是說笑 國家級 國家級層面接理貨 你聽都沒有聽錯 現在他們不能買的 還有很多國家都沒有 有這個舉措的時候 最 不要後悔最後一車 我覺得可能是 人生裡面最後一車 我不是說笑 就是說 三次牛市都學不到經驗的話 那就浪費了之前那兩次牛市 那麼這次 可能有一個叫做 叫做比特幣的終極任務已經到達了 就是說 全世界都普及了的時候 那麼那個升幅 或者那個波幅就沒有那麼大 像是一個黃金的 終極的市值 可能十幾至二十萬億這麼多 那麼 還有目的目標價 2025年9月28號 十五萬 那麼後續再講 可能這條片分了三部分 因為超長我怕 超都是講的 那麼這條片呢 第一部分 BTC格價update 還有很多的數據update 還有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 這裡 中 我這裡一次過寫完 就是第一部分 就是那個 BTC終極奧義國家級層面接利貨的 還有那些叫做 十二月 或者這個 十二月 十二月的終極的一些 就是最後接貨階段的位置 多錢呢 那麼第一部分再講 第二部分再講講 因為講到 有 股頂呢 有差不多十個指標的 那麼股頂裡面呢 都有歸納到 大概是十幾萬左右 就是一個見頂的 基礎的 或者基本的價格是十五萬左右 那麼 可能四個四個 四個方法 還有另外那四個方法呢 都在會員部分再講的 那麼 都十分之重要的 因為呢 可以令到你一個更加具體的 出入市方案 以及時間點的 那麼為什麼這麼講呢 那麼後續再講 大部分了 BTC格價update 昨天說了 不靚仔的 不要搞那麼多 那麼原因都是RSI 流動性 都是一般般般的 那麼起碼都有一個叫做 超賣的回調呢 就是十分之正常的 那麼這裡不多說了 小時頭說全部都不太行的了 記不記得 那麼 那麼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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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些資訊 我相信是越來值錢的 那些資訊 我相信是 外面沒得聽的 這些資訊 都是小弟呢 磨了七年磨一劍 就為了今天 為了這一年 七年就為了這一年 第八年 那麼 漏洞性 回穩一點的了 那麼 由這個叫做 超底 有一點反彈 一點點看了 漏洞性 但是呢 我預計呢 在這個叫做 美國打壓中國之下 中國可能要 大印銀子去救市 也不一定 那麼這裏呢 回穩一點點 那麼大致上呢 就 希望呢 全球的流動性呢 在這個昨天美國減息之下 都會有所緩和的 就是那個叫做 全球的資金流量 那麼昨天呢 就減了0.25 那麼提振了一點點 比特幣的價格 不過我覺得之前已經說了 一早已經pricing 了 那麼但是呢 最重要呢 就是2025年呢 其實減息次數呢 預視都是只有兩次的而已 這裡都 不花時間講了 總之禁回2025年 接著呢 就是4.50 接著呢 今天呢就是 目標呢就是 今年減多次 那就是4.25 4.25呢 那麼去回 比較一下呢 夏年最大機會是成年 這個12月 那就是 357的 就是代表減多兩次左右 那就是說 減息幅度是相對少的 那所以呢 對比特幣其實 或者金價都不好的 那但是呢 比特幣呢 有這個叫做美國政府加持 可能有另類的走勢都未定 那這裡呢 非常之重要 一陣子再講了 還有呢 小火指 我這幾天呢 很多人都說 小火指 不是喔 比特幣仍然升呢 還有呢 山寨幣很不行喔 還不應該繼續持有呢 我真的想打X你 你等了 等了兩三年 最重要就是等最後一年 而最後一年就是 全港大爆發的日子 你竟然 講完這些話 你不差再等到半年 還有呢 看看這個Google Trends 你只看 全港最瘋 第一手資訊 昨天已經出了這個數據 藍色線急升 藍色線急升 是什麼意思呢 看回2020年 或者2024年1月 自己看 急升代表什麼意思 急升完藍色會怎樣 急升完藍色會急升紅升呢 紅色就是Crypto Crypto就是All Coin之旅的幣 而最高點呢 就是這個Bitcoin 去到2021年的5月 All Coin那個叫做 搜尋量都大急升的 那最後呢 咳咳咳 還沒康復 終極爆破 NFT呢 最高位 高於Crypto 那你就知道呢 仍然有超級長的準備 給你去做的 那還有呢 見到那個Bitcoin dominance 有所呢 下點點回落喔 自己看一看 很少一日跌這麼多的 你有沒有見到 那個叫做 Bitcoin dominance 我之前提到 6162是最盡的了 因為呢 6162呢 意味著呢 到達這個8萬元的話呢 山寨貴呢 即將開始的 我很記得呢 呃 很簡單的事情 真的很簡單 你feel得多 每一次呢 人性就是這樣 幾百年來沒見過的 不 幾百年來沒變過的 就是貪婪 呃 當美股 南籌股不升的時候呢 就升二線股 二線股不升的時候 就升垃圾股 就正如這個Bitcoin不升的時候呢 或者很貴嘛 就開始買一些二線的幣 那就正如昨天呢 呃 以太幣升很多了 立刻呢 就整個市場呢 都 呃 嘟起這個Bitcoin 甚至乎呢 啊 追入一些山寨幣也好啊 或者最近很多山寨幣呢 包括這些Meme幣也好 AI幣也好呢 都有一個比較大的反彈 呃 Meme幣啦 當中升得最多是Modern啦 那另外就是這個SPX啦 很多的山寨幣呢 升幅呢 都十分之驚人的 那人是貪婪的 可能就轉少少Bitcoin 去少少山寨幣呢 去進行一個更加高風險 或者更加高回報的動作啦 那所以 人性是 你不要問人啊 你什麼時候才買啊 你問 你問清楚 哪一隻升就買哪一隻咯 就是這樣而已 就是 Bitcoin沒有升啊 咦?其他三百隻不升啊 不如一轉過去吧 就是人就是這樣 那所以 最方便的就是 將一些USD BTC呢 轉去山寨幣 那所以呢 呃 Bitcoin dominance 現在就是 有一個叫做 竹頂呢 就有一個叫做 比較大阻力 61、62這個位置 另外 之前講過呢 這個叫金價 金價見頂呢 意味著呢 就是那個 叫做Bitcoin的 終極大牛市 每次都是的 每次都是 哪一次啊 每次都是 第一次 2016年 啊 建頂1300元 嗯 2017年呢 就是終極大牛市 跟著啦 2020年8月 啊 這個叫做 金價足及2000元 之後呢 那六個月呢 Bitcoin大爆升 今次啦 Bitcoin 啊 這個金價 11月 啊 建頂回落了 那我覺得呢 後半年呢 Bitcoin大爆升 那那個 啊 關係就未知 但是呢 就見過這個 pattern 那也多了 哇 聲音越來越不行 大家見諒見諒 那就是說呢 這個Bitcoin大爆升 真的呢 碰到這個 六十呢 就開始呢 有所回落 所以呢 密切注意字啊 每一次的牛市來呢 都是山寨貴數 嗯 走得最久的 不是Bitcoin season 那一次不是Bitcoin season 所以呢 很好注意啦 那麼 這段時間呢 你自己考慮一下 究竟 每個板塊買龍頭那一次 每個板塊去選龍頭 就OK的了 那還有呢 嗯 嗯 不知道 你聽到這段影片 當然你也是有 蜜蜜蜜的興趣啦 或者有Bitcoin持有的 那其實這段影片 真正需要聽的人呢 是未有Bitcoin 或者未有蜜蜜 甚至乎 完全不知道蜜蜜蜜的人 要聽的 因為呢 嗯 最差的就是 在這個叫做 蜜蜜蜜世界 當蜜蜜蜜成為 或者Bitcoin成為 一個終極的世界 儲備的時候呢 你再去入市 或者再去買 已經太遲了 逢親你國家入手 不是說買幾粒 買十粒 買二十粒 他們現在說買一百萬粒 你沒聽錯 整個市場 在那個交易所裡面 都是只有二百幾萬粒 買了整個市場一半 你說 多誇張 那所以 最後一個入市 那我現在說回 很好留意最後機會 2025年1月6日 特朗普會就任 而就 現在是沒有聲沒有氣的 那但是呢 一就任之後呢 一公佈其中一個呢 是一個選前聲明之 即是選前在會議所說的事 其中一個 那就立刻會提振到 整個市場十分之興奮的 立刻看看這裡 之前說了 不用說了 100%保留Bitcoin 那也都 那我老婆就說 喂 她說而已 到底是否殺行呢 我覺得是自在必行的 這件事 第一件事